它就會自動在你的電腦安裝最新版的Chrome 那當然安裝Chrome的最大的好處 第一個 你的安全性會比較高 也就以前你可能用IE瀏覽器上網 很容易被射擊網站綁架 或者被駭客入侵 那Chrome瀏覽器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 這是我自己使用的心得 所以之後我基本上很少再用IE瀏覽器 這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使用的速度上面 速度上面我覺得有些開啟網頁的速度 Chrome的速度會快很多 我的感覺 知覺 所以之後尤其像那個開什麼Facebook 或者開一些比較 開YouTube的網 那個YouTube那種網頁的話 感覺會比較快 也比較流暢 那IE瀏覽器基本上就是感覺頓頓的 那另外它還有一個好處 它可以多頁 它有多頁籤的功能 那IE瀏覽器開起來每次都開一堆 一堆視窗 那也很佔用記憶體 佔用記憶體 那但是IE瀏覽器 有些地方還是要保留 像我之前也有想過說 我想要把IE瀏覽器 只有用到網路ATM的時候才會用到IE瀏覽器 其他的話基本上都是用類似Chrome 或者另外有一個叫做Firefox瀏覽器 這兩個瀏覽器 那安裝完畢之後的話 你可以在幾個地方看到 這邊開起來有沒有 它開起來之後就像這樣子 那把它先縮小一下 以後如果你要找到Chrome的位置 基本上它會在桌面上顯示出來 就是它 就是這個東西 Chrome 也就是以後你開啟這個 就等於是開啟Google瀏覽器 那你們第一個先確認一下 你的電腦裡面有沒有Chrome這個東西 如果沒有的話請你把IE瀏覽器 再安裝一個